继国盟江沙国会议员伊斯干达宣布支持首相安华后 如今国盟纳敏国会议员苏海利也公开表态支持安华 苏海利是土著团结党最高理事会成员 她今天发布文告指出 纳敏15年来饱受水电供应和生活成本高涨的问题困扰 为了顾及人民的权益 她宣布从即日起支持首相安华 苏海利强调 她本人是在没有任何压力或强迫的情况下 做出这项决定 与此同时 她也表态支持沙巴首长哈芝芝诺 因为在协助那名子民就业和经商的课题上 哈芝芝诺给予了莫大的帮助 苏海利还说 虽然她支持安华与哈芝芝诺 但她依旧是一名忠诚和坚定的土著团结党党员 而她已经准备好接受党的纪律对付